本周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打响了选战发令枪 当地时间1月15号 共和党党内初选在埃奥瓦州举行 半个多世纪以来 埃奥瓦州的初选一直都被视为 美国总统选举的试水池和风向标 而在纽约时报看来 今年的总统选举首场初选显得是不同寻常 该报甚至评论指出 虽然埃奥瓦州只是第一个州 但是仿佛2024年的初选已经结束 当地时间1月15号 共和党初选的大幕正式在埃奥瓦州拉开 仅仅30分钟后 多家美国媒体就纷纷宣布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此次初选中胜出 据美联社的计票结果显示 特朗普一人赢得了约5.6万张选票 得票率超过50% 比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的德桑蒂斯 和黑利两人相加的票数还要多 胜选后的特朗普也显然一副 志在必得的气势 对于特朗普的此次压倒性胜出 美国广播公司发出这样的疑问 共和党内初选首战告捷 特朗普真要重返白宫了吗 作为美国为数不多的 沿用传统的党团会议形式 进行投票的初选州 爱奥瓦州的此次初选 选民必须在指定时间亲自到场 在依次听取各总统参选人代表发言后 投出纸质选票 不允许邮寄选票 这种形式的投票 又被视为一种邻里间的聚会 爱奥瓦州总人口只有300万 是一个人口较少的农业州 但主要以白人和基督徒为主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约三分之二的共和党选民相信 在2020年 民主党人通过选票造假的方式 帮助拜登偷走了选举 于是今年的初选 所有选票必须手动清点 于是食品袋 爆米花筒 密封袋 纷纷被用来装选票 值得一提的是 受一场强大北极寒流影响 投票日当天 爱奥瓦州正遭遇罕见的严寒天气 15号当天的最低气温降至零下30度 尽管气象部门警告民众 恶劣天气将大大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 但不愿选情欲冷的参选人 依然鼓励选民勇敢走出家门 据爱奥瓦州知名媒体 德梅因《纪事报》统计 在爱奥瓦15号当晚举行的 1657场党团会议中 仅有约11万共和党选民到场投票 投票比率只有该州共和党 注册选民总数的15% 创下该州初选的最低投票记录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来 爱奥瓦州的初选将迎来 特朗普回归的真相时刻 真正检验特朗普的人气和选情 而无论谁赢得此次初选 都将获得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新的捐款 并可能影响其他州 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 特朗普轻松胜选后 印度裔企业家拉马斯瓦米 当场宣布退选并背书特朗普 而美国广播公司 直接取消了下一场 共和党参选人的全国电视辩论 原因是 一场特朗普拒绝参加的电视转播 已经毫无意义 在共和党资深策略师 惠特·埃尔斯看来 在爱奥瓦州的初选开始前 局势就已明朗 除了检验特朗普最终的获胜优势 到底有多大 还有就是看看黑利和德桑蒂斯 谁能开上第二 华尔街日报指出 尽管德桑蒂斯努力到访了 爱奥瓦州全部的99个县市 黑利则大把砸钱 投放了最多数量的竞选广告 但依然无力扭转局面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注意到 特朗普在获胜后的讲话 更是让人仿佛 已经来到了11月的大选日 纽约时报指出 在往年爱奥瓦州初选 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便是在十余名参选人中 淘汰掉末位的几名参选者 为了避免出局 参选者往往会在 选前一个月的时间里 前往该州与当地民众 就其关心的区域性议题 展开交流 而如今 面对初选首战后 仅剩三人的局面 纽约时报直言 眼下已经没有人关心 爱奥瓦州玉米和大豆收成如何 所有参选人都将火力 直接瞄准了决赛权 共和党初选创造了多个 历史之最的同时 民主党的2024年初选 也前所未有的打破了常规 这种意义什么意义 我认为爱奥瓦是什么意义 我认为爱奥瓦是什么意义 当总统得到50万多的票 每个人都得到最低的票 这种意义是一个选择的 你知不知道 这种意义是一个逃避的 你知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还执意在今年 跳过星罕布什尔州的初选 自1920年起 有着美国第一州称号的星罕布什尔 一直都是全美第一个 以普选制在初选阶段进行投票的州 而这一选举日程 受到州法律的保护 超过百年的首选地位被剥夺 这自然引起了心罕布什尔的极大不满 该州共和党州长和共和党主政的州议会 拒绝执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新日程 执意在1月23号 也就是在2月3号的 北卡罗来纳州初选前举行投票 所谓惩罚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 蒋不承认星罕布什尔州 2024年的初选结果 拜登的名字 也不会出现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选票上 在美联社看来 民主党企图利用拜登 寻求连任的现有优势 为其提前制造决赛权优势 但如此大幅的变动 可能将给美国政治 带来更多动荡与混乱 新日程也恐将对2024年 及今后的美国大选 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在美联社看来 2024年两党在初选阶段 前所未有的变动 是美国政治动荡的一个迹象 而对于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与前总统特朗普 可能展开二次对决 纽约时报则形容称 这将是一场关乎民主未来的 灾难性争斗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则在报告中 进一步指出 美国政治体系功能失调的问题 在2024年将进一步恶化 总统选举将为美国政治撕裂 火上浇油 当地时间1月17号 法庭陪审团就美国专栏作家 卡罗尔起诉特朗普诽谤一案 听取双方证词 当天在前往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庭前 特朗普向媒体做出了上庭前的招牌动作 而多家美国媒体注意到了 特朗普手上的红疹 对此美国媒体众说纷纭 在纽约西奈山医院皮肤科主任柴克纳看来 不排除行程排得太满 在较大的压力下导致他的身体免疫力下降 从而出现了皮肤问题 据特朗普的高级竞选顾问苏西·威尔斯描述 眼下共和党的初选排期和特朗普的出庭日期 如同一场日程噩梦 去年5月 纽约法庭裁定 特朗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性侵美国女作家卡罗尔罪名成立 判决特朗普民事赔偿卡罗尔500万美元 此后 特朗普一直否认 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卡罗尔则针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对其本人进行的人身攻击 提出更多索赔要求 据《卫报》报道 这是卡罗尔与特朗普的首次法庭对质 而卡罗尔的证词让特朗普当庭失控 《卫报》指出 卡罗尔案属于民事诉讼而非刑事案 特朗普只需赔钱了事 相比之下 特朗普所面临的多起刑事案件 则正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影响2024年的大选 目前特朗普在四个刑事案件中 被控91项罪名 更有意思的是 特朗普的首次刑诉庭审日 被民主党法官安排在了3月4号 也就是超级星期二的前一天 当天美国多个州将同时进行初选投票 这一天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初选日程中最重要的一天 不少美国法律人士预测 由于案件大多数由民主党辖区的法官主导 特朗普可能至少将在一起刑事案件中 被判罪名成立 而总统赦免权 无疑成为了特朗普的救命稻草 1月9号 特朗普出现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庭 法庭就其是否在2020年联邦选举干涉案中 享有赦免权的问题 听取双方辩论 在政客新闻网看来 在2024年大选中 美国司法系统同样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目前在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中 保守派占了6位 有评论称 此次对总统赦免权的裁决所产生的影响 将远超判决本身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看来 噩梦日程给特朗普的竞选 蒙上阴影的同时 一场接一场的官司 也成了其选战的助燃剂 从第一场诉讼战至今 特朗普的领先优势愈发明显 是特朗普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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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代表他 我会说是因为 特朗普成功提出了 他是受害者的观点 不仅仅是遭到起诉 更是受到了政治迫害 在眼下极度撕裂的 美国政坛和社会 这是民众偏爱的调调 就在特朗普奔波于 选战与法庭之间时 1月12号 美国总统拜登 开始了2024年的 第一场竞选活动 在摇摆州宾夕法尼亚 拜登走访了多个小商铺 大力推销拜登经济学 然而 拜登口中的经济向好 却和最新民调结果格格不入 据美国广播公司 本周公布的民调 拜登的支持率跌至33% 创下近15年同期的 最低总统支持率 而受访者对拜登 处理经济的认可度 仅为31% 大西洋月刊将这种 经济数字向好 而民众却无感的现象 称为英式松饼困境 在一长串引发 对经济不满情绪的 原因清单中 人们最无法接受的 是眼下美国高昂的 生活必需品价格 福克斯新闻网指出 虽然就业指数 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 但人们真实的感受 是他们到手的工资 却不如疫情前那么值钱 一个普通家庭 每月购买相同商品 和服务的花费 比三年前多出700美元 信用卡的平均年利率 也从拜登上任时的 14.75% 升至20.68% 创历史新高 穆迪公司的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年末 全美共有近2500万人 拖欠信用卡 车贷 或个人贷款 达到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 最高水平 事实上 截至2023年12月 在经历了连续11轮加息后 美国通胀有所放缓 但相比疫情前仍处于高位 经济学家预测 进入2024年 美联储实现将通胀控制在 2%的目标存在较大难度 而降息的空间已所剩无几 新一年 美国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面对糟糕的民调数字 拜登似乎越来越感到沮丧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一次会议上 拜登用严厉措辞质质问助手 为何他的民调数字 如此低得令人无法接受 而事实上 拉低拜登认可率的 远不止经济这一个因素 去年12月 《纽约时报》联合西耶纳学院 发布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18至29岁的年轻选民中 领先拜登6个百分点 而年轻选民早前一直是民主党的票仓群体 2020年的时候 特朗普在年轻群体中远远落后拜登24个百分点 有分析指出 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人们对拜登处理巴以冲突的方式感到失望 政客新闻网之言 眼下美国的中东策略 正陷入左右为难 进退为谷的境地 据美联社1月18号报道 面对巴以冲突持续外溢 红海危局不断升温 美国海军正在重组其在中东的军舰部署 1月19号 美国出动F-18大黄蜂战机和AV-8B-20攻击机 再次对野门境内的胡赛武装进行打击 美国广播公司称 这是过去一周的时间里 美国第五次对胡赛武装发动打击 胡赛武装则表示 作为报复 该组织当天 击中了一艘在亚丁湾行驶的美国船只 当天有记者在白宫向拜登提问 美国针对胡赛武装的打击是否奏效 卫报直言 美国的空袭可能开始了一场 根本无法获胜的战争 与野门胡赛武装的贸然开战 可能让美国陷入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而路透社则报道称 美国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 批评了拜登对巴以冲突的反应 要求他采取更多措施 防止袈裟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否则他们威胁将不会在 2024年大选中支持拜登 而阿拉伯裔对拜登的疏远 无疑将会导致 其他各个有色人种群体 对拜登的潜在不满 因为他们意识到 一旦某个群体 与美国金融资本家利益 发生冲突时 他们的利益随时可能遭到背叛 近期 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 民调显示 87%的民主党人认为 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 当选美国总统 那么美国民主将被削弱 与此同时 82%的共和党人 则对拜登胜选持同样看法 对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吉布拉特指出 当任何一方都开始称 对方是民主的威胁时 且不论实际情况如何 都是美国民主正在解体的征兆 事实上 这场注定混乱的美国大选 对世界而言同样是至关重要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就指出 其他国家必须为面对一个 难以预测 却具有全球野心的美国做好准备